我真心爱皇上 我才这么说 我真心爱大清国 我才这么说 大马 你信口开河盲人梦想 用人云云云的妙论 诽谤皇上 要论你存贼子 你是首位 李大光临死前 可喊出你就是妾国大盗 你是信怀婆侧 颠倒是非 信口刺荒 诬蔑大臣 我身上这本黑账本就是铁证 皇上 这本账本说明不了什么 朕要辩一辩真伪 在下结论 这账本是真的 我没造假 你怎么没造假 假生旨 假金牌零件 假乾坤膳 假炎 假祖坟 不胜美举 冠绝重碍 何大人 这本账本 可是西远的师父陈文静 从封身印德手里那里弄来的 石公主就能证明它是真是假 文静 你不要算牛角尖了 不撞南墙你就不知道回头啊 我现在就是撞了南墙 我也得拆了南墙往前走 我眼里不揉沙 身后无仙挂 提着脑袋敢说话 你这个倔种啊 行了 家有倔子不败家 国有列臣不亡国 陈青云 朕就不降罪于陈文杰 跪安了 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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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去游游园 观观景 散散心 千夫所致不羁而终 朕还敢游玩吗 走啊 走了 你要想做千古圣君 就得忍受千年之辈 万载之痛 忍常人所不能忍 行常人所不能行 好事不能让您一个人都独占了 陈文杰 你不要凭着自己有几分小聪明 忽伦吞早读了几句书 就言过其事 夸夸其谈 无济世之用 只有孤命钓鱼之嫌 朕本应将你治罪 但念你同心为民 不予深究 皇上 小臣是个尿床孩子 尿了床 老爹可以打屁股 坏婆娘也可以打屁股 可是皇上 您是一国之君哪 您错了 别人不能打也不能骂 是 小臣是缺少实践经验 只学了那么一点点的书本知识 但是小臣知道 用一则外国语言说 一个皇帝光着屁股 骗子却说 他穿着世界上最好的衣服 众人也随伤负贺 只有一个小孩天真的说 说皇上没穿衣服 我就是那个天真的孩子 混账 你竟敢把朕比喻成光定皇上 随意抄吗 朕 朕 命你缉纳虚恋 追赵乾坤山 你服言色色 玩乎之手 毫无结果 罪不可恕 我中度奉旨缉纳飞殿大道了 公布帝国 退出去斩了 哈 哈 哎呀皇上开恩 皇上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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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息怒啊 皇阿玛不生气啊皇阿玛 皇阿玛不生气 皇阿玛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 哎皇阿玛 您跟臭小子他有什么气啊 他呀是直肠子放响屁 不会趋里拐弯的呀 皇阿玛 人家都说呢 这个响屁不臭 臭屁那不响 臭小子他呀 也不全身胡说呀 皇阿玛您想想看 打着您的旗号 为非作胆的贪官污吏也不在少数 这一个哑屁就臭了一屋子的人 哎呀何笑 阿玛让你出宫接受挫折教育 你怎么学会了这么多的粗话呀 皇阿玛这个就叫负面教育啊 嗯 看来任何事情都应该有利有弊啊 是啊是啊皇上天纵英明 正所谓何有两岸事有两面的吗 臣文杰直言无忌也是圣上宠爱有加 纳箭如流使然啊 为臣以为皇上南勋力大于弊 臣文杰只是封闻言士 终止无隐 目的是提醒皇上防围杜剑 让南勋能够圆满成功 令天下臣民称颂皇上为圣德明君啊 嗯 臣爱卿平身 谢皇上 请假言之有礼 千里之地毁于乙穴 朕应该方唤于蔚然哪 臣文杰 朕念你年纪尚佑 特赦你戴罪伴柴 一观后效 皇上我还没说完呢 哇 你还不口气皇上不杀针哪 谢了 哎 你什么态度啊 哎 阿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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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咱们不理臭小子 陪花阿玛逛园子去 啊 对不对 花阿玛逛园子 逛园子 逛园子 一股虽臭 但不能割去 随她放屁去吧 嗯 走 嗯 怎么阿玛也变得满嘴壁话和脏话了呢 啊啊 啊嘛啊啊啊 挂园子 挂园子 早 早 早 哎呀 皇上 我在这儿 这个 transistor 黄鹏暗螻子 施啊 那儿怎么多了一座塔呀 啊 孩子 真的有一座宝塔吗 不是海市蜃楼 是扬州颜商 对皇上的一片忠心吗 此话怎讲 昨天万岁爷感觉此缘大有缺憾 颜商听闻立刻自动捐银 一夜之间建起这一生七层宝塔 哇 要说呀 他们宫主皇上龙体健康万寿无疆啊 好好好 我宫里有道门破了 宫不休了一个多月 花了一万多两银子 啊 扬州颜商居然一夜之间建成七层宝塔 人力物力财力工作效率都超过了皇岸嘛 真是神话 如此可见一斑 这些大官小利 为了绝胜价 无端花费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 可皇上刚才还说我严不属实 要看我脑袋 不属实 你跟我脑袋 没 что 皇上 你看這個寶塔它的 你 臭小子 老爹 又在皇上面前亂說呀 皇上不高興了 臭小子呀 老爹 我好想你 乖呀乖呀 老爹想你呀 小上 老爹才不想你呢 他在宮裡升官發財 娶老婆 老爹 老爹是升官了 連升六級 可是沒有發財嘛 欠了一大把的債 更沒娶上什麼老婆 皇上不是已經 賞你兩個嬌滴滴的宮女了嗎 對 他們兩個不是老婆 他們兩個是妾氏 是小老婆 小老婆也是老婆 不同的 老婆呢是正式妻子 小老婆只不過是妾氏 剛償名分不可以作亂哪 更何況爹呢 想讓你幫我介紹做媒人 讓文靖做我的正式老婆 老爹 你錯了 說你漏糊塗了 你還不服輸 正式大老婆 只能是原配 正式大老婆 是我那個已經解釋的娘舅 你再娶只能是蓄賢 叫填坊 怎麼當的禮物上書啊 臭小子呀 你樣樣都好啊 就是什麼事都太認真 說這假話 討好老爹不可以嗎 老爹 你不是總教導我們 小孩子 不許說假話 那為什麼我一當官 你就逼我說假話呢 侯偉真啊 侯偉假 假是真是真亦假 真是假是假亦真嘛 這是曹雪芹的話 這是曹雪芹的話 你們倆不在說什麼呀 小和尚肚子餓了 既然老爹 你勝官發財了 那就不如請我吃頓飯吧 也可以填飽我的肚子 是不是啊 好好好 老爹我私人拿錢 請你們去淮陽第一樓吃餐好的 未未 叫上你師父啊 原來是為了請西上人 好 我幫你搞定他 好好好 快去準備 準備一下啊 我也去換你衣服啊 親死我了 未未逃皇上開心 我煞費苦心不樂趣 想哄老頭子高興了 卻讓臭小子給繳黃了 阿嬤 你補絕了 孩兒餘對沒看出來 請阿嬤解釋 別說你啊 就是精明過人的皇上 他也沒看出來啊 修建九封員 我就告訴了炎商工匠 留一個孔缺給老頭的條毛令嗎 這樣才能顯出他無比聖明 然後呢 我再依照他的心思補修那個寶塔 就天衣無縫了嗎 沒有陳文傑我就贏頭彩了嘛 阿嬤 您的計謀真是深蒙無縫 我遠慮 無人能及啊 不過阿嬤 您說得對 陳文傑這個臭小子 真是時時刻刻 與咱們父子作對 在大街上 他跟石公主打得火熱 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裡啊 到了揚州 他更變本加厲的欺負幾阿嬤來了 他把尹三江那個行賄賬本 交到了皇上的手上 阿嬤 你說皇上這次他怎麼看待咋沒呀 哼 皇上是妝容作啞 高深莫測 不对吧 阿玛 我听有人说 皇上是耳朵中忘形大 他说 他说他是纸老虎 皇上不是纸老虎 他是真老虎 你千万不要碰他 我试过他 他是三分毛病七分装 在玩全术 虽然现在七老八十了 可真真假假 一般人还真叫他给蒙住了 阿玛 您说的话我懂了 陈文杰那个臭小子 他是老虎头上拍苍蝇 不知死活 对不对 那小子嗜宠而骄 不懂政治的 皇上也是七老八十 还自诩为十全老人 都是钱扑出来的嘛 弄得国库空虚 民生凋零 下江南修园子 私库全书 哪样不用银子扑啊 孔雀开平是漂亮 可屁眼找谁去啊 大家都把抽红红的屁眼 看在眼里 可嘴上却夸 羽毛这么美丽 只有啊 那个陈文杰去捅屁眼 他是不知死的傻蛋啊 阿玛 你是皇上身边 最得宠的重臣 你怎么和皇上 还貌合神离啊 皇上是主子 我是奴才啊 就算我从懒朝纲 也只是拿钥匙的 没权 奴才就是奴才啊 皇上一不高兴 叫你上吊 你就要伸出脖子去上吊啊 因为我们是奴才 对不对 阿玛 孩儿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啊 自从我当了额父以后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还不如 公主身边的一条狗 阿玛 झाल 对 有 是 我 不是 是 我 我 他 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能为了讨好顾侠姐姐 就逼着我破戒吧 你这真是罪汪之意不在酒啊 你跟你啊 来 我们为陈大人高声干一杯吧 好啊 你怎么 顾姐姐 你这要是谢美酒 我肯定端起来一杯一杯地喝啊 因为我每次跟你和老爹宝媒 都是半徒而废 没喝上谢美酒 臭小子 你再也会说我打你屁股了 这 这 你 我 我这 喂 你怎么跟坏婆娘一样 喜欢打我屁股 你又不是坏婆娘 嗯 臭小子 我喝了啊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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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公公 他们干嘛去了 回公主的话 礼部尚书陈青云在淮阳酒楼请客 吃完饭以后 他们就回到码头上的穷花客栈了 那我就命你多帮我打听臭小子的消息 一有空你就帮我出宫玩去 奴才遵命 何笑 陈文杰说 这个账本是他从风参手上得到的 这么重要的账本 风参如何会拱手相送呢 皇阿玛 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 我师父也就是天觉陈文静 用了美人计骗了风参阴德上当 才得到了这个账本 交给了臭小子 美人计 风参阴德中了山隐女子的圈套 真是没出息啊 皇阿玛 您呢是不了解情况 我这个师父天觉陈文静 长得是清秀脱俗 是个亲而难见的冰美人 风参阴德自然是晕头转向 吹仙三尺了 请等着上当受骗 结果您猜怎么着 他居然抱着一个 当替身的老母猪睡了一宿 还以为是貂蝉呢 欲不可及 叫我师父气气松松 拿了账本 风参阴德抱着老母猪睡觉 妙贼 妙贼 皇阿玛 您还笑呢 风参阴德年花惹草风流重庆 我不要他 何笑 一个男人的成功 和对女人的兴趣是成正比的 一个对女人不感兴趣的男人 对事业同样没兴趣 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大男人伪丈夫的 sagte 王阿玛 よし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施主啊 INGRID 阿弥陀佛 我 阿弥陀佛 我 我 我 站住 你 真家帶我到這兒 有何見證 文傑 我的兒子 娘 娘 娘 你終於肯見臭小子了 娘一直都沒離開過你 一直都在陪伴你 我知道 在東山客棧 我假裝睡著了 聽你叙叙叨叨 看你來血松松 連句說句話都來不及呢 臭小子 跟娘還耍心眼 娘 你不知道 你送給我的那把乾坤扇 是一把假的 娘也不知道 從李大光手裡奪過來的 乾坤扇會是把假扇子 娘 我也沒發現 後來我把它送給皇阿嬤 結果又挨罵了 都是娘不好 是娘對不起你 娘 你沒有對不起我 皇阿嬤才對不起我呢 今天我又跟皇阿嬤吵架了 要不是師公辱勸阻 我早就被他砍掉腦袋罐了 娘 你不知道 一個孩子 不能認自己的父親 見面下跪 自稱小淳 是多難受 多別扭啊 真就不如孤兒 無牽無怪 自由自在地浪跡天涯 好兒子 你再忍受幾天 娘定會讓乾隆承認你這個兒子 是天皇貴州皇阿嬤 跟你應有的名分 絕沒有可能的 皇阿嬤要是想承認 早在石泉縣就應該承認了 而且他一心一意想做石泉老人 他 他就得打造自己的光輝形象 絕對不可能會把身上的瑕疵 暴露給別人看 而且他也不能承認我的 這樣會留下千古笑柄 兒子 今天你給娘記住 只要你去做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你做不到的事 我 娘不僅要讓你做 金枝玉葉皇阿閣 我還要讓乾隆承認你 做太子 立出軍 繼承大統 主宰天下 令萬邦威福四海稱頌 讓義朝官民 崇拜敬仰 娘 這天下所有的人 都想當皇上 可皇上只有一個 如何輪到我來當啊 再說了 當皇上也不好玩啊 一個人高高在上 連個半都沒有 多累 多傻 多武丹 傻兒子 你可不能讓娘失望 一定給娘爭口氣明白嗎 憑什麼那些皇后貴妃 可以在紫禁城裡享受榮華富貴 憑什麼我們母子倆 就得隱姓埋名苦苦掙扎 為什麼我們不能像別人一樣 站在太陽底下去大聲地說笑 為什麼咱們不能像別人一樣 生活得更美好 娘 我現在生活不好嗎 御寺莊呀 七品輕拆 兒子 你現在年齡太小 你根本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你 可總有一天你會長大的 等你長大了 那種刻骨銘心的痛苦 就會與日俱增 揮之不去 你的生活也會像一場 永遠醒不過來的噩夢 娘 真有你說的那麼嚴重嗎 好兒子 現實要比為娘跟你說的嚴重得多 人心陷惡 人言可畏 娘是不會給你窟窿橋走的 你一定要聽娘的話 入東宮 當太子 那當 那當就當唄 反而皇帝也是人當的 皇阿嬤當得 臭小子也當得 這才是娘的好兒子 可是 我就怕皇阿嬤老馬練戰 不肯煽讓啊 為娘的自有妙計 安天下 可別陪了老娘又折兒 臭小子 烏鴉嘴 師父 師父 臭小子被一個人給截去了 師父知道 那是他娘 小和尚也覺得那個人 特別像青蓮師太 所以就沒有敢放手打 對逼三蛇 可青蓮師太 他為什麼要用黑金蒙面 而且又迷啊 把小和尚也迷倒了 師父追出客棧 也被臭小子的娘 用青蓮針打回 想必他們母子 有什麼機密大事要談吧 不便讓外人知道 小和尚是臭小子的表哥 又是結拜哥哥 是青蓮師太的親侄子 不是外人啊 法不全六耳 親侄子也不是親兒啊 新月 可小和尚老爹說過 古舊親 背背親 打斷骨頭還連著筋呢 古斷金蓮 非死即殘 再怎麼說 也不如一個姓的親啊 那師父你和臭小子 都姓一個臣 那你和臭小子 就比我和臭小子更親了 驾 驾 到了 穩儉尼 娘我走了 娘 我走了 娘好好照顧自己 娘 再見 好 萬事要小心 娘 再見 再見 我まず給我 娘 再见了啊 臭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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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青年师太把你带走的 当然是啦 你总吹牛自己是武功天下第一 可你打不过我娘 可小和尚是认出他是青年师太 所以才手下留情的 可青年师太 他为什么要下米药呢 我娘是想试试你警惕性高不高 江湖上是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像你这样麻痹大义 武功第一就要变成送命第一了 臭小子 你娘要见你为什么这么神秘啊 你别忘了 我娘那是青年门的掌门人 全国还不通缉的要犯 我呢是朝廷命官御死钦差 我们见面不掩人耳目严加保密 能行吗 你去了那么久 我跟新元有多着急 你知不知道 娘请我吃也消 回来晚了对不起啊 臭小子 远北小和尚是不相信青年师太活着 可现在相信了 打了一剑穿凶 还没有死实在是太厉害 武功太高了 那是 这次要变成我娘武功天下第一了 臭小子 这次你说了可不算 得去武林第一庄找到高宇 看看排行榜才能行呢 那我们明天就去武林第一庄 找高宇好不好啊 师父 明天我陪臭小子一块去行吗 对啊 我看 还是先送你师妹 离开扬州为好 好啊 师父说得好 我困了 睡觉睡觉 你走吧 那我也去睡算了 好 再见 你这个没长眼睛的东西啊 你没看见没穿几天的巢靴 就让你给弄脏了呀 真是的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奴才给您老擦干净 行了 你也不知道当轻一点啊 快点快点 算了算了 我还得敢去陪皇上游戏 你都山满水呢吗 别误了我的事情啊 真是的 这不是青莲的笔迹吗 青莲他真的没有死啊 你呢 你呢 的是青莲 你呢 你呢 我呢 有你呢 你呢 我呢 是青莲 那怎么呢 你呢 我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是不敢见人的鬼 妹妹 你 你没死啊 在石仙县 我明明看见 是吾阿哥一剑刺死你的 如今枕在我面前的是人还是鬼啊 鬼有形无影 我有形有影 我是活鬼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啊 一剑罐凶你居然还能活着 难道这世间真的有起死回生之书 哥 我的心脏和别人长得不一样 别人长在左边 而我长在右面 所以永远那一剑不曾伤及性命 而我又用了本文的碧器术 逃过一劫 那可真是 真是谢天谢地啊 当时哥哥 我真的以为你死了 可是后来那棺材里面 你的遗体不翼而飞了 只好为你立作一关种 皇上对你真是有情有义啊 临行使去拜计你 徐莲又从天外飞来行刺 抢走皇上的乾坤膳哪 以后发生的事我都知道 徐莲受伤就是我来救治的 你 你知道 你知道徐莲到哪儿去了吗 皇上严令文杰一个月 挤拿徐莲 找回乾坤膳 现在一个月期限已经快到了 还是一点头绪没有 再延绕下去恐怕性命难保啊 所以哥哥 我才来找你 想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哥哥 我早就想过了 实在是没什么办法呀 我倒是有一个 以劳永逸的万全之策 只要哥哥你同意 任何难题都会迎任你 任而己不复存在 有这样的妙计 快点说出来 快点说出来啊 办法很简单 你帮文杰入东宫 当太子 奉神 奴才在 你去彻查一下 陈文静的出身来历 何孝这几天总是吵着 要接她师父进宫 朕不能随便下旨传照 奴才遵旨 奴才这就去办 等等 秘密从事 不可大张旗鼓 奴才遵旨 皇上是一代明君 文职武功 他都要做到最好最好 古今皇帝能够武士同堂 也就他一人 前几天呢 和珅奏请皇上尊号为十全大帝 被皇上驳回 却保留了十全老人的称号 妹子 你想乾隆他能够自毁生育 公开承认文杰 是一爱民间的隆重吗 立太子 做储君这绝不可能的 哥哥以为妹妹是大白天做梦 痴心妄想吧 不 我知道乾隆爱惜羽毛 想当千古明君 标榜青史 不会接纳文杰入皇宫 哥 正因为如此 我才来找你 只要哥哥按我的话去做 文杰一定能够继承大统 做大清朝的皇帝 妹妹 你也太高太傻哥哥了 我只不过是一个 小小的吏部尚书 如何能够左右皇上呢 我不是让你去劝说皇上 我是让你当皇上 你怎么能够说出这种大逆不倒 祸鸡九族的风话呢 我没有风 我非常理智 我就是要用移花接木之计 把乾隆骗出行宫 让你当皇上 哎呀你是法首说胡话吗 让我跟皇上对话一相天开呀 我已经反复考虑设计很久了 哥 你和乾隆长得一模一样 你又能学说各地方言 满天过海轻而易举 你可真是敢想敢做 天下什么事不是人想出来的 什么事不是人做出来的 哥哥 只要你当了皇上 就召告天下 文杰是皇阿哥 他是爱新觉罗文杰 并策理文杰为东宫太子 等哥哥做了几天皇上之后 就善让 文杰就顺理成章 明正言顺地成为大清朝的万岁皇帝 哥哥你呢 就跟着成了太上皇 要多风光 就有多风光 妹子 假冒皇上夺功善让之事 绝对不能做 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啊 存位谋的一家乱真 太荒唐 一家乱真 什么叫一家乱真 难道文杰不是你舍弃亲子保护下来的乾隆骨肉吗 天下者 天下人之天下 唯有得者俱之 而乾隆老马恋战 昏溃多疑 放纵奸臣姑息茉莉 使国运渐衰民变风气 他在石泉县竟然候着脸拼命自己为石泉老人 真是荒音无道 大清的气数就要葬送在他的手里了 依我看 他早该腾出龙位 让位给新君 妹妹啊 其实皇上呢 早已经秘密立了十五阿哥永远为储君 如今种种迹象都表明呢 非他莫属啊 永远他薄情寡义 阴险毒辣 在石泉县 他竟然做出杀君士父呛般夺权的勾当 即便他当上了皇上 也是老百姓的祸害 而我的儿子文杰 他天宗聪慧 秉性仁厚 他比永远更适合做皇上 主宰天下 哥 你舍弃亲子救文杰 含心如苦养文杰 不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文杰能有所作为吗 是啊 妹妹 夏哥哥我呢 当然是愿意外甥早日恢复皇室宗亲的身份啊 免得再跟着我娓娓娓娓娓的姓臣啊 也更愿意他直上九重 君临天下 可是 可是让哥哥冒充皇上 万一暴露失败 后果不堪设想啊 我的计划非常周全 每一个细节我都反复斟酌过了 我们只能成功 绝不会失败 哎呀 妹妹啊 你给我几天的时间 让哥哥考虑考虑啊 哥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你可要早做决断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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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想想再说 等我想想 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 闭眼 这非道的尸体为什么不会腐烂啊 不知道 反正我听说 和尚圆寄之前吃一种草药 实际就能够不腐不烂 抹粉贴金地供起来 受人参拜 让人吃了甜菜 会不会什么和美派天台派 少林派的秃驴下的毒啊 哎 臭小子 出家人持斋行善不杀生的 哎 你不懂 人哪 不秃不毒 越秃越毒 越秃越秃 哎 臭小子 你再胡说 小和尚不合你好了 我没说你 你还太小 没学坏 谁让你守着和尚骂贼秃了 不过 臭小子的话 倒也提醒了我 从西域海外传进的毒药品种繁多 稀奇古怪 无奇不有 和尚管理着番礼院的 什么样玩意儿 不是他最先拥有的 所以我判断 封身英德 他进水楼台先得月 搞点养毒药毒死李大光 易如反掌 可你无凭无据 无法认定啊 哪天搜他身就好了 可人家是驸马 能随便搜吗 办法总比困难多吧 我想做的事 还有做不到的 哎 我说 你们还是以为是我下的毒啊 我真是浑身的寒毛口张开了 我也说不清楚了 还真是哪座庙都有冤死的鬼啊 李大光 你在天之灵说说 到底是不是驸马爷给你下的毒啊 驸马爷 瞄准呢 想把库姐爷当靶子射 丘比特可不兴你这么设计 跟你说话呢 哑巴拉而聋啊 你说什么 丘比特是谁啊 哼 你不知道吗 就是外国专管发放爱情毒药的小爱神 你不是对外国毒药挺精通的吗 小贼 我听出来了 你又说是我下的毒 空口无凭 可不幸这么冤枉好人的 哼 你是好人 那我就是圣人了 哎 风雅都都已经回宫了 你还跑来这儿干嘛 本世卑前来传旨 是借我进宫吗 哎 那就要看你怎么对我了 要这样的话 嗯 能有这种二百五旨意 你假传声誉可是欺君大罪 哎 好啊 陈文杰 本世卑好心前来传旨 你竟敢骂黄尺是二百五 该当何罪 哎 我没骂 我没说黄尺是二百五 我只说二百五旨意 你骂了 小黄酷姐都能作证 对 小和尚听见了 傅施主你骂人 我可以作证 你 你们俩个小东西 本世啊 你 你这回能否进皇宫 当上石公主的大内武术教练 名阳天下 笑傲江湖 那就得看我封身阴德 怎么回奏皇上了 好吧 那就请驸马爷 上天演好事 下戒保平安吧 是 我是驸马爷 可我不是造王爷啊 造王爷行 他嘴里抹点糖 就甜甜蜜蜜了 可是驸马爷 他就得动掉真格的 我没跟你玩假的 你是没跟我玩假的 在东山客栈 你用个丑八怪当替身 整整折腾我一个晚上 还有啊 你偷走了尹三江行徽的账本 是陈文杰干了娃娃一黑状 你不是说 和身一手遮天 什么都不在乎吗 我是什么都不在乎 可是我只在乎你 静静 你 你的一眸 一笑 一呼吸 你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的身体 我的灵魂 我不能没有你 好啊 我可以嫁给你 静静 但是你要跟石公主退婚 花阿玛 我跟您讲啊 您呢就是龙 龙就是Dragon 嗯 这个呢就是龙眼 龙眼就是Dragon Eye 什么Eye Dragon Eye Dragon Eye 皇上这还不简单吗 Dragon Eye就是吃啊 哦 我吃了 真的吃 我先吃 好 闻 好 我看我看他 皇上啊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喜作何来啊 朕连龙眼都吃不到啊 喜作皇上啊 从刚才公主和您过招来看 公主的武功是大有进步啊 阿玛 好眼力 我在宫外这些日子啊 经过师父点拨 又和小和尚切磋过招 武功可谓是大有长技 一日千里 师父可挡 不像宫里那帮臭大虾惊哄我玩 公主啊 宫里侍卫哪敢跟你比啊 他们是不想要脑袋了吗 皇上呢 之所以准许你外出 是让你多长见识 多学点东西 皇上英明 有远见 是不是 皇上啊 朕还有远见 朕有远见呢 就不会让和小他学武功了 你看 连朕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皇上 福天之下敢拔龙须的只有公主一个 那你可得小心了 何笑拔完朕的龙须就要去拔你这个公爹的虎须了 不怕 不怕 奴才脸皮厚 胡子长不出来的 长不出来 阿玛 没有胡子不要急啊 你有眉毛就行了 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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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不得拔眉毛啊 快 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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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湾 融毛 黃金周 似爱早已走进天屋 微笑就常常在眼前浮现 让你的离愁缠绕不停 思念总让心儿起风 却又忽略身边真情 别说年少 懵懂无知 不知把离愁说给谁听 说给谁听 你的心能不能明白 爱能否让真情长流 能不能感受我无声的爱 这份爱把你一生不再 思念总让心儿起风 却又忽略身边真情 别说年少 懵懂无知 只想把心愿说给你听 思念总让心儿起风 把心愿说给你听 把心愿说给你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